歡迎來到 加冠History 你知道台灣開過最多場館的人是誰嗎 哪一間場館出現在台北的地圖最多次呢 內容很多不賣關子 答案是凌威與ROXIE 40年來 1982年開第一間店ACDC 要每晚爆滿的ROXIE奶奶 她陸陸續續開過36間場館 這一次呢 就一起來考古一下 開過最多場館的男人 凌威與ROXIE的故事 喂 凌威是誰 曾經開過36間音樂場館 被形容是樂霸教父的凌威 出生自1950年代 成長於搖鬼樂者輝煌的1960 1970年代 那時呢 不像現在有跑不完的音樂記 在那個資訊相對不發達的亞裔時代 上午開放大家海外觀光 凌威呢 跟很多熱愛西洋音樂的年輕人一樣 青春期封閉在島內 身受美軍電台與翻版黑膠的薰陶 退伍後呢 凌威考進現在的四星大學廣電系的夜間部 畢業後呢 凌威進入中廣主持音樂節目 但只播一個小時的 Jimmy Hendrix The Doors 對他與聽眾來說呢 時間根本不夠用 於是從來沒有做過生意的他 只評分了一股熱情衝動 加上大量唱片收藏 動了開一間可以一直放搖滾樂的店的想法 目的很單純呢 就是把音樂分享給更多人 1982年 曲跟澳洲傳奇搖滾樂團同名 重視店內選曲與音響系統 有點像是吃茶店概念的ACDC 正式在公館開幕囉 最初呢不到食品 只能塞食人的ACDC 其實他只有賣口樂跟果汁 使得他的營收有限 直到某天呢 老外的留學生無意間闖入 還有是要喝酒 才開始提供酒精 生意才逐漸好轉 知名樂品馬仕方呢 曾經在地下鄉愁藍吊醫書裡 唯一記憶中會在羅斯福路 穿越停滿機車的旗樓 順著光源爬上二樓的ACDC 校刊社的學長們呢 把桌子變成編輯台 在那邊叼著香菸喝著啤酒 相互大聲爭辯 但很難想像 被稱為樂霸教父的林薇 其實是不喝酒 不愛社交的 ACDC在他眼中 是所謂專門放搖滾樂的Rock House 甚至呢 在開第一間店之前 他們知道什麼是酒吧 然而 在有了ACDC的經驗之後 林薇的生意越做越大 他在1986年 也就是節言的前一年 以英國經典搖滾樂團 ROXIE MUSIC的團名為靈感 接著在和平道路 靠近羅斯福路口開了ROXIE ONE 這間呢 約可容納100多人的店 進去會發現DJ台旁邊寫著 歡迎點歌 爛請支持 尊重DJ絕對的選播權 後方呢 則是一大片的黑膠牆 這般壯麗的景象 加上播出品味 絕佳的新音樂 很快的 每晚這邊都會聚集滿滿的人潮 林薇跟我們說 那個時候發生在ROXIE 所有事情都是酷的 雖然ROXIE ONE生意不錯 但財務報表仍在盈虧之間 接著 林薇在光華商場附近的ROXIE TWO 可容納300-400人 人潮落意不絕 一堆大明星 慕名而來 請在舞池裡面跳舞 成為台北的 時尚地標 但林薇說 生意最好的店是1999年開幕的ROXIE NINE ROXIE NINE 像ROXIE TWO一樣有舞池 不過那是另類搖滾盛行的年代了 有的時候一個晚上會來 七八百個客人 然後他們會一起聽的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一起跳舞 在ROXIE ONE之後開了店 從ROXIE TWO ROXIE THREE ROXIE FOUR ROXIE PLUS ROXIE JUNIOR ROXIE NINE ROXIE CAFE ROXIE EAST 到ROXIE ROCKER 不論壽命長短 他們都是想要延續 ROXIE的搖滾精神 但在90年代 除了ROXIE系列 林薇還曾經短暫開過 走爵士風格的Fillmore 結合小劇場的B賽 還有專精電音的Edge等等 其中最為傳奇的莫非Spin跟Fight 我喜之吻 他還開過哪些代表作 1992年開的Spin 這是電影《千禧漫播》裡面 舒淇飾演的女主角Vicky 口中玩樂的DiscoPod 甚至旺福還寫了一首 我小時候都去Spin向他致敬 無論Disco呀 還是Techno 突然老是歌呀 唱片錯一錯 淚鬼也不錯呀 邦克別錯過 別說Rock'n'Roll 呀 邦克實驗大膽 有時還會穿殺國語歌曲 畢竟當年Spin的DJ 現在都是大大等級的 像是Alan Fish Joy Ho 以及DJ Michael AKA林哲宜 後來林薇開了規模更大的BAM 不料當時社會發生多起活災意外 遠景加強巡邏導致生意變壞 那林薇只好將Spin的股份 以及唱片變賣還債 縱使呢 Spin於2002年結束營業 但參與過的DJ們 從2008年開始自主發起的 Back to Spin活動 重溫那個美好的90年代 林薇在Roxy之外的代表作 除了Spin 另外一間就是Five 對 就是曾在2018年10月 於和平東路重新開幕的那間Life House 兩屆金曲最佳樂團獎 董事長樂團 也在那邊做了一場 形容是情意相襲的演出 因為呢 他們在20多年前 還沒正式出道之前 就曾經在Five表演 主唱吉董在最後一杯酒 董事長樂團的年少輕狂藝術回憶 他們在第一張專輯要簽約之前 剛好在Five有唱演出 為了要在唱片公司高層面前 展現他們的高人氣 於是他們找了很多很多的親朋好友來捧場 來特別交代大家等一下 要非常非常的嗨 而且還要跟他們裝作不認識 雖然Roxy One也有過樂團的表演 但那並不是專業的Life House 而給資深聽短仔留下深刻印象 並且當上90年代的地下樂團潮的Five 於1997年12月開張 第一代在金山南路上 差不多可以容納200人 在當時就算較大型的Life House 四分位主唱R3 曾經在IG上面 貼了一張當年與5月天 在Five版記者會的合照 除了董事長樂團 還有5月天 顏梅浩 閃鈴 都曾經在Five演出 這裡提供了創作樂團一個很好的表演空間 畢竟當年創作的風氣不比現在 那個時候台下都只想聽樂團翻唱歌曲 只可惜後來Five因為林姐發現未成年人 冒用身份證進入而被勒令停業 沒多久呢 Five搬家至東門重新開幕 卻又因為鄰居的抗議 從此以後Five不再有樂團的現場表演 初代的Five也於2009年正式歇業 概念遇到哪些狀況 從1982年至今 林薇已經開過了36間場館 最遠最遠 甚至曾經到了成都去展店 但這一切都始終面臨著開開關關的狀況 林薇自認她不是成功的經營者 形容自己也是跟著ROXIE一起摸索一起成長 隨著大環境的起起伏伏 不論是ROXIE1在1996年因為租金調漲而卸業 或是ROXIE2 對複製抄襲 以及土地使用分區對於店家不友善 更別說90年代後期 網路科技發展非常迅速 人們軸停音樂的方式更多元了 如今現在一支手機就有聽不完的歌曲 大數據的資料庫取代DJ的推薦 這一點對於重視現場放歌的ROXIE 絕對是最大最大的致命傷 我為何堅持開那麼多店啊 林薇之所以會開這麼多店的原因 其實就是她對於自我的不滿足 這怎麼說呢 用簡單一點的方式來解釋好了 這或許就是電台DJ出身的她 樂於想要分享音樂的心情 其實每一間店都在嘗試不同的音樂風格 送到不同音樂感覺的世界 對於林薇而言 每一間店都是自己的孩子 她對我們說 每一家店都很有特色 都有強烈的存在價值 都有誕生與結束的理由 例如疫情期間開幕的ROXIE36 是她一直想要開一個白天能聽音樂的地方 畢竟老顧客也像她一樣的年紀了 晚上可能就不太會想出門 她也蠻希望這個地方可以承襲ROXIE1的氛圍 對於台北PUB 以LIFEHOUSE文化的影響 其實林薇也清楚了解 那個年代的精神是不能被複製的 那是台灣渴望外來知識 缺又短缺的情況下 ROXIE剛好就提供了這一類的精神食量 加上地理位置的優勢 有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人 可以即時跟大家交流 林薇自豪的說 現在台面上大概九成以上的音樂工作者 當年都是ROXIE常數的客人 當然啊 那一代的年輕人到現在都已經五六十歲了 另一批現在差不多三十幾四十幾 五十幾歲的 則是混在ROXIE9-9 這表示呢 他們可能將在ROXIE看到 聽到 遇到的 帶到他們的事業或是作品上 包括我本人 還有我本人的樂團傷心欲絕 我們當年每個禮拜三練完團 都會去ROXIE9-9 會一整個晚上 在那邊也認識了 非常非常多的音樂人朋友 當然 除了吸取酒精之外 也吸取到非常非常多的音樂養分 此外呢 我們爬出一些資料或是訪問 不乎將ROXIE 履育成美國的CBGB 淳敦的Mockering Club 但是 與其說 四十年來 ROXIE出過哪號DJ 或者是 哪個天團未成名時 曾經在那邊演出 什麼樂評 什麼明星 曾經到訪過 又是哪一部經典的電影 在那裡取過景 即使ROXIE不像過去風光 但更重要的是 那裡曾經用 轟隆隆的搖滾樂音 另類舞曲 陪伴無數在開北的人 度過寂寞的夜 聽完林薇與ROXIE的故事 在影片結束前 最後想問問大家 對ROXIE或是SPIN 有什麼特別的回憶嗎 今天的History到這邊結束 如果你們想要看什麼樣的主題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另外呢 特別感謝ROXIE36提供場地讓我們拍攝 請大家一起支持 這些人在奮鬥的人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喜歡我們本週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分享給你爸爸媽媽 還有弟弟妹妹喔 而且不要忘記了 那個我們螢幕上面 右下角有個小鈴鐺 不要忘記開啟它 這樣你就可以 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See you